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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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想支持一下本地足球 是有現場的氣氛 因為是一條斜路 現在可以前排的觀眾 不能遮到後排 百多個球迷上個月去著西環石塘咀 山道橋化支持港隊 在街頭看球零射有風味 下個星期二的 港中大節這裡都有公開放影會 由西環街坊阿南舉辦 他在七月的時候 買不到九月 港隊對卡塔爾賽事的門票 令他想善用公共空間 連繫街坊感情 本身我在西環都生活了很多年 覺得這個地區很有人情味 找些機會去 貢獻他們 籌備都不簡單 找工作的機構和雙屬朋友 借頭攏機、螢幕、發電機等等 播放之前還遇上阻滯 開了十分鐘左右 發電機還未開到 不知為何他停了下來 幸好最後都播到 阿南就說廣中大戰的時候 會提早拉發電機 和換一個更加大的screen 給更多市民觀賞 其他社區的代表都訪夏南 在公共空間搞放影會 美股街坊Kenny就是其中一位了 這裏我覺得首先它暗些 方便我們的器材可以投影出來 第二就是 這裏是美股居民必經的地方 經過街坊見到都可以介入我 想找更加另類的方法 最近有網民寫一份建議 在旺角大球場外爬雪 而今年亦都曾經有粉絲這樣做過 有攀樹師就說 即使不用裝備爬到上去 站90分鐘都會腳仔軟 落地很容易滑倒 即使是註冊攀樹師 有基本裝備 都不可以擅自爬雪 香港每棵樹 都有不同的政府部門管理 攀爬雪要得到批文才行 買不到票 亦都買不到波衫支持港隊 不要緊 我們找了兩位波衫迷 分享他們的珍藏 他們亦都對港隊充滿信心 順利聽 即是贏的感覺都不好看 即是心力的感覺都不好看 即是心力的感覺都不好看 想要玩 即是看得好